宇哥你刚才说的很对 但保罗为何不挑明 不克求对核心 而说是最强射手 感觉像是个角色圈定义 那保罗一直不就这个表态吗 总是呢 就是像一个政客一般 发言呢 给自己留有充分的回血以地 什么时候只要说 就在基建外界媒体一吹捧 把自己这个位置一拔上去 在对内啊 打出机场 高广的数据表现 第四节啊 又上去投了俩中纪礼 那会儿呢 保罗这话啊 又给烙回来了 很有可能 你看他形容周恩布克 他是个职业上当中 合作过的最强射手 你怎么不说 最强的领头人呢 对不对 这种当中最有资格 当球队领袖的运动员 你没这么讲呢 把人形容成一个射手 要不怎么说 有时候啊 克里斯保罗 这就是 他要不怎么说 常年呢 盘踞在球员工会主席的 高位置上 一旦就那么多年呢 有手腕 这个克里斯保罗 形容这词 话中都带着刺 你正常来讲 你比如说啊 形容斯敦库里 作为历史的三方 你说啊 斯敦库里是 MBA历史上 一个优秀的射手 你一听呢 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一般来讲 这句话啊 你也可以形容雷迪克 他是MBA历史上 一个非常优秀的射手 差点 因为人家是超级技术 这个名头呢 就更加响亮 你就比如说啥呢 啊 麦克尔乔丹呢 他是我新梦当中 联盟历史上 最有秀的得分后卫 这下完了 麦克尔乔丹当时一听呢 可能说都感觉不太对头 那我只是最有秀的得分后卫吗 我是蓝球之神呢 所以要不能说保罗呀 把这个德文布克 一下呢 框定到射手这块了 这玩意就是可进可退 进呢 我可以说什么 加莱娃要是表现不假 他就讲嘛 那这是我认可德文布克 他的射数啊 在联盟当中如今三分时代 风起云涌的 整个联盟的新的形势之下 这就是球队的第一力气 而我呢 并不擅长大量的三非远射 所以啊 德文布克是引领我们前进的 一个真正的领头羊 我内心对他无比敬服 对不对 克里斯沃罗一旦说 感觉局势不对呢 话往前一进 就说啥呀 接体性的 那是说 我一直表态都很正确啊 我一直站在德文布克身后 一直推动他前进 对不对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一旦感觉风向不太对头 或者说风向对于自己有利了 话往回一闹 德文布克 他是个优秀射手 但是 我这些年以来啊 作为组织后卫 场上场下 引领球队前进 关键时刻 中距离 我也能够 晚球队与水火 大台一番 自己啊 这么些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啊 来到太阳之后 这支球队发生的改变呢 然后再跟外界讲 你们不要光看表面的数据 对不对 看看比赛吧 还这句话 像常规赛一样 德文布克要竞争MVP的时候 同一套格继续拿出来 你们看一看比赛吧 不要光看数据 借此转身而去 再结果他对于媒体的这样有影响力 鱼鱼造势 FMVP啊 潜在的竞争者 一下子上去了 这 克里斯堡 要不准说是个政客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